来我们直播间一般 你要在这儿舒服的话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诀窍 就是不能比于老师更受欢迎 在新东方比于老师更受欢迎的人 基本上都离开了 这个不能说 我看见了一条欢迎老头 欢迎老头是指我 人家不敢叫你老头 人家说你一定是欢迎易老师 或者欢迎易先生 但是我在这个平台上 大家都喜欢叫我老头 这个就是宇辉当初 为了埋态我 他埋态里有什么好处 他每次你看 他埋态一次多一份奖金 有一个我的头像 他说大家以后 看看上面那老头 家那老头变成会员 你是动机 我可以悄悄地告诉你们 可以 就是他喜欢被埋态 对 投其所好 这就是我的聪明 这个易老师一生见血 我觉得不被埋态的人生 就不是真的人生 还有这是猪 余老师非常懂 黑红也是红啊 对吧 那今天晚上呢 我们欢迎易老师来到 东方正宣的直播间 而且带来了他的全新的 这个新书首发 曹操啊 当然呢 易老师今天在 刚才上来之前 跟我们也聊过 这套书呢 它是以小说的形式 写了曹操 那今天晚上我们也会展开 关于这本书很多聊的内容 因为镜头先有很多 易老师的老朋友们 都在期待着 听一听这本书的故事 易老师现在已经是 三十万人在下面 三十万人 为什么你会突然想写 一个关于曹操的故事 你这个问题 其实是两个问题 你知道吗 第一个问题是 你为什么写小说 第二个问题是 你为什么写曹操 第一个你为什么要写小说 而不是写别的问题 因为你以前写的 都不是小说 对吧 不是正式 第二个就是 你写小说 你为什么挑了曹操 对吧 我先讲 我为什么写小说 好 我写不了别的啊 是不是很简单吧 老了啊 老了可不就写小说吗 我的观念是 年轻的时候写诗 我年轻的时候也写诗 小伙子点头了你 你年轻时也写诗 对吧 我写打油诗 打油诗也是诗 他就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写诗了 现在属于只能在下面操作新的方电脑 知道 对 是这意思 对 他要不写的话 现在可能就是往这个位置了 我预计余老师今晚会被一些年轻诗人开始骂他 不是 我年轻的时候确实写诗 但是我后来 我女儿九岁的时候写了一首诗 他这么写的 清晨 明亮的露珠从草叶尖上滑落下来 嗯 这个 照旧落入小河 照旧落入小河 这第一段 第二段 明天 人们不会发现什么 那水雕的里面可不是发不现吗 这下一段 只有河里的鹅卵石 在无休止的说 我看见了 我看见了 最后一段 但没有人知道 我一看这个 我拉倒了吧 我别写了 这写不过你女儿 我写不过我女儿 我不写诗了 现在老了 我可不就写小说吗 那写小说写 老了写小说 一个好处的人生阅历丰富 对 对吧 那写谁也写曹操 嗯 为什么写曹操 因为我看见了你 看见了我 啊 你不就长一长少样吗 曹操也好 这一老师刚才再给我 做过一个铺垫 说在三国里头 所有人物里 曹操属于长得 几乎最难看的之一 还有董卓 你们家的 还有 行吧 我姓董 然后我长得像曹操 俩长得都不好看 对 关于这块 于老师应该也有发言 这你董卓跟你有关系吧 查过这个家谱 都姓董 不是 我这个 我在写这个 曹操和董卓见面的时候 我有这么一段 就是 就是因为那个 按照正史的记载 那 故事情节 大概是这样的 这个 合进 大将军合进进攻 停止 要诸灭宦官 然后被宦官张让杀了 元绍得到这个消息 就起兵 元树把那个宫门烧了 元树 带着部队冲进去 把宦官杀了 杀了两千多人 就逼得张让 带着天子和陈牛王出走 从这个洛阳的南宫 走富道 到北宫 出北宫的北门 出谷门 然后走北盲 就洛阳那个北边 一个小山坡 一个丘陵啊 叫北盲 盲山 从盲山走 翻过去 我到了黄河边 最后被 这个朝廷去接他人 迎住了 张让跳河自杀 那个董卓把这一帮人 弄回来了 从此董卓入京天下大乱 这段史实记载 本来没曹操什么事 曹操没掺和这个事 但是我不能没有 找曹操这个事 因为我的书叫曹操 我必须有曹操 对不对 他得掺和 他得掺和 那前面的掺和 我就不说了 安排上 待会不说 我不说前面掺和 那么我说后面的 就是我就安排 曹操算定了董卓会进京 因为董卓既然过来了 他一定处北盲 而且一定会进洛阳城 董卓一段进了洛阳城 这天下就要大乱 然后他就跟袁绍说 你去找杨彪 会同杨彪去寻找天子 我去拦住董卓 那么我就安排曹操 在盲上撞上的董卓 就你啊 反正就 你要么是曹操 要么是董卓 郁老师我是哪个 我觉得你还是 把两者的优点 都结合了比较好 尽管董卓没啥优点 但是呢 董卓怎么没啥优点 待会再说董卓的优点 老板让我结合两个人优点 但两个人没怎么有优点 他们两个就见着了 他是这样的 你得拿个什么东西给我 拿个黑板 不是叫便 就拿本书也行 好 来来来 赶闭棍 他不是有个名片 你知道吗 还有个名片呢 对 开始讲课了 不是不是 拿个书 那就拿个书吧 拿个书吧 拿个书 拿个书 好 就这个 首先我们要说啊 汉代是有名片的 他叫名次 他不叫名片 他名次写在简上面 简上面要写的 我是谁谁 比方说 我得写上啊 这个东方甄选 董与辉 拜见 总裁 于明洪 他从来不拜见 他没给机会 每次拜见 我都是 带简上店 带简上店 不可以的 他有个名片 递过去了 董卓就接过来看 你叫曹操 是 自梦德 是 惭愧 惭愧 对 惭愧 得说惭愧 因为那个表字呢 都是好词 他就说惭愧 不敢当 自中关村 周杰伦 惭愧 对 惭愧 四十几了 四十六了 三十五 三十五 好 曹操当年 三十五 行 一老师 跟你对话 确实可以 你的小经理 发现 重来 好 四十几了 三十五 不像 长得老 长得丑 你不觉得 你长得丑吗 我保留意见 对此我保留意见 李老师 彼此彼此 差不多 曹操的会 你看一下 于老师 你就知道了 曹操说的是 我的书里 曹操说的是 长得丑 然后董卓说 能比姑还丑 曹操说 比不上 比不上 军侯威武 这就是 我这本书里面 曹操第一次见董卓 那么这个 为什么要这么写 因为有个 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 东汉末年的 社会风气 叫以貌取人 对 你去看这个 后汉书 看三国志 那些重要的人物 比方说袁绍 刘表 诸葛亮 都是介绍书 都有记载 都有容貌的记载 都是很漂亮的 对 身长八尺之类的 对 诸葛亮的那个 那个记载 是身长八尺 容貌甚伟 对吧 他是非常漂亮的 但是曹操 曹操的长相 没有记录 曹操那么重要一个人 没有记录 他说明他 长得不好看 长得跟你差不多 感谢一个宽容的时代 反正跟拿破仑 长得差不多高 估计曹操 对 你好像也不伸长八尺 伸长八尺 现在一比八四 这个是折断了也行 折断了也行 折断了 打折 换个 他就是这个 但是后来董卓 就是一下董卓喜欢上缘 曹操了 董卓还丑 对 这种感觉就跟余老师 当时表演我很像 表面喜欢上了 表面喜欢上了 你们以后要翻脸吗 曹操和董卓 后来不就翻脸了 这就是曹操和董卓 他俩谁是曹操 谁是董卓 我们且听下回分解 说不清楚 在书里 都在书里 不不不 都在书里 都在东方征选直播间 书里没有 他俩 谁是董卓 谁是曹操 待会 反正哪个是好人 我是那个好的 那他就是 我就是用这种 这种办法吧 就是想 想把大家带入那个 现场 历史的现场 这个 实际上我写这么书 有一个很重要的想法 就是想重现 那样一个英雄的时代 一个风云济荡 的英雄时代 所以我在 这个本书的第一章 叫序章 安排了一个隔空对话 就是可以是作者和曹操的 隔空对话 也可以理解为两个曹操 就另一个曹操 一个曹操 才问另一个曹操 曹操内心的心灵的对话 我们这一段序章的 我做了一个录音 我们能不能放一下 这个录音 可以放 可以 好 放一下 大家听一下 序章的录音 对 好 听一下 易老师的声音 听完了之后呢 余老师也可以讲 因为余老师今天还可以讲 好好的曹操 现在再放是吧 我们听不见吗 很久不见 那你说 我是什么人 病 我会有病 当然 为何 表辉不顾 那又如何 会到 我们这边听不见 不知道网友听的 声音小 声音太小了 不行 大家网友也在说 声音太小了 那要不然我们停下来 重来吧 重来 这段很重要 这段很重要 我们用手机 对着我们这个话筒放 可能反而更好 可以 好 我们准备好了 拿手机 对着话筒放 对 重新来 他那也放在那里放 你是水 曹操 你是什么人 诗人 哈哈 那你说 我是什么人 病 我会有病 当然 为何 表位不顾 那又如何 会打喷嚏 打又如何 行不了 死 怎么 我是 刺客 夜色朦胧 心汗灿烂 万万 俱寄 没有人 回答他 远处 传来不知谁 写的歌 唯唯太少 悠悠万事 百姓无诛 英雄有志 智者一国 人之即是 天下多奇 正大 一次 好 易老师 他们刚才说 这声音听的 胜人 胜人 对 吓得慌 那就下单 进入 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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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快下单 还有两万多单 这易老师 是你自己 有多什么 还有两万多单 还有两万多单 已经 已经一万 一万套出去了 易老师 易老师 很没嫌不满意 他要进行二次发挥的 还是易老师 你给我一分钟 我先介绍一下 这套书 他卖得快一点 好 让易老师 努力一下 对 你看易老师努力 我们看他努力 我先介绍一下 易老师 他为什么写小说 等易老师讲 但是曹操 这套书 是上中下三本 加起来有 七八十万字 那是基于历史事实 但是又跟 武侠小说的技巧 甚至跟这个 侦探小说的技巧 结合起来 易老师充分发挥了 基于历史事实的想象力 写出来的一套 有关中国的英雄之意 或者枭雄之意 就是曹操的这样的 平生的故事 和他的奋斗的这样一本书 刚才我看也有不少家长 在问孩子能不能看 孩子能看 因为里面没有 不适合孩子的段落 他讲的全是 当时的这个 三国时期的 以曹操为核心的那些人物 怎么样在三国时期 把这个三国这个历史局面 给玩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所以我是 不能算是认真读完 但是真的是三本书读完了 一直读到 多谢 一直读到了曹操最后 在66岁孤老的时候 就是把华图给杀了以后 自己脑脊复发 但是继续在那儿 一个人雕刻了 当时因为生权 把关云昌给杀掉以后 把脑袋给送过来了 我到关林还去过 洛阳往南走就是关林 就是曹操在那儿雕刻 这个关云的陌生 把那个头安上去 最后在送关云去 关林安壮的路上 曹操去世 等于说是这样的一个英雄 最后的收场 我读了以后还是挺感动的 就是你把曹操中间的 一个作为 不管萧雄也好 英雄也好 不管是奸雄也好 还是最后的这个 实在在那个时候 为汉朝续命 其实多续了几十年的 这样的一个人才也好 把他的人情 思考 在那个时候 有的时候 不得不做错的某种决策 写得非常的好 我从来没有想到 一个历史学家 或者一个大学教授 在七十岁开始 差不多是吧 对啊 老了吗 对 写小说 居然能写出 真的小说的味道了 我以为这个 义仲天老师 他是写着 写着玩的 我那是真小说味 对 后来读完以后 我发现是真小说 因为他那个对话 能把人物的个性 反映得非常的到位 因为写小说 最重要的不是描写 这个人本身的真相 而是通过对话 和人物关系 来让你读出来 人与人之间的 这种性格的不同 命运的不同 以及 为什么他要做出 这个决策的这个不同 但是呢 又是基于了历史事实 因为义老师 作为一个严肃的 历史文化的传播者 他不可能说 太违反历史事实 去写这样的书 对 所以其实中间的 很多历史事实 比三国演义中间的 历史事实 还要更加激进于历史 但是呢 他把人物的个性 写得比三国演义中间 的人物个性 更加的灵活 和提进人性 因为在三国演义 创作的时代 他不太会去考虑 人性的问题 对 他只考虑的是 我们时代不一样 滚滚长江东市水 改朝或换代的问题 所以这个着陆点 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认为 这本书 这套书 还值得大家读的 义老师 你看我做了五分钟的宣讲 就卖出去了五千本 哎呦 那你真的讲五分钟啊 我不讲了 下面看你五分钟 能卖出多少本 我是 这挖这么个坑 我跳啊 对 义老师一般就是 他先一做 剩下你们看 你比我好 那出问题了 你没我好 那也不行 也出问题了 关键是 雨晖一直比我好 到今天也没出问题 出问题的是我 我在家里犯了一语症了 你知道吗 好吧 但刚才那个 余老师 我谢谢余老师 你把我的书 不管你什么速度啊 总之看完了 我说的不错吧 说的不错 而且你说到 就是我写曹操之死啊 那确实是 花了心血的 就是曹操 这样一个人 他怎么死 当然这个历史上 记载的只有说 建安二十五年 就曹操六十五岁的时候 曾月 二十应该是二十六号吧 病逝于洛阳 他只有这一句记载 他怎么死的 但是我作为 这么一个重要的人物 他的死 我必须浓墨仲采 所以我就安排在 他去给 关云长送账 就是那个时候 不是那个 就是刚才余老师说 孙权把关云杀了嘛 就是孙权的手下吧 准确实说 孙权的人把关云杀了 然后孙权就把关云的人头 送到曹操那 这小子使坏 实际上是 对 那曹操就 以诸侯的礼仪 后葬了关云 那么就缺身子嘛 我就安排了 这个后葬历史上 也是有记载的 历史上有记载的 历史上有记载的 因为曹操非常的鸡贼 他知道这是生权 想加害于他 对 而且曹操呢 在我的书里 曹操是真心喜欢关云 他要不喜欢的话 当初关云要带着他的嫂嫂 就是刘邦的夫人 要离开的时候 就把他给干掉了 实际上历史的记载 曹操是放人的 对 就是过五关 三国演义 但是实际上 曹操当时放他走 也是觉得他是 忠义两全 就让他走了 对 曹操叫大义之嘛 就说关云是一波云天嘛 当然我这里面 既没有过五关斩六将 也不是心而欲举就放走了 因为他这里面有一个问题 当时刘备呢 在袁绍呢 对吧 那关云过去是资敌呀 对于你们两个在打仗 我本来是你这边的 我说我要到他那去 那你说你愿意吗 也行 也行啊 你这么好啊 余老师不能输 我们现在要 这种 所以我就让曹操的三流关云 但是有文流 五流 节流啊 三种的这个细节 我不说了 最后呢 曹操看留不住 关云最后表示 说 我就是要找哥哥 我不是去自敌 我过去了也不为 不与你为敌 你们实在不相信 我现在自断右臂 好不好 关云做得出来 就送他走了 就让他走了 更既定的历史事实 然后我又安排在关云呢 又报答了一次 就是不是华容道啊 就是赤壁之战 大决战之前 火烧赤壁之前 黄盖来投降的时候 让关云过来跟曹操说 你撤兵吧 你打不过的 我是这么安排的 所以关云最后是由于 刘 曹操采用了司马懿的这个计 联合孙权 在关云才死掉的 所以曹操是真心的非常伤心 就给他做了个木头身子 我让曹操亲自去雕刻 然后去给他送账 那么曹操去给关云送账的时候呢 你想是 建安二十五年的真月 就农历真月啊 冬天嘛 大过年的 大过年的这个 天上飘着雪花 飘着雪花 一个浩浩荡荡的白衣白甲 白旗子这样去送关云 曹操坐在后面小车上送 他已经扶不了临了 走不动了 突然叫停 说了什么文弱 文弱是谁的 文弱就是寻遇啊 就是寻遇啊 因为寻遇是反对曹操称卫公而死的 历史上也是这样 历史上是这样的 寻遇反 寻遇是跟了曹操一直辅佐曹操 让曹操成就了这么大的事业 当曹操要称卫公的时候 寻遇觉得不能接受 坚决反对 两个人这样掰了以后 寻遇 曹操送给寻遇一个空的石盒 一个饭盒 是空的 没说为什么 寻遇看到这个空饭盒以后 就自己自杀了 那当时曹操听到这个消息后 当时就送了寻遇 一个寻遇送了账 那这个时候 他看的前面是关羽 其实 突然叫了声 稳弱 队伍就停下来了 曹操下车 66岁了 魏王 颤颤巍巍巍的 扶着 他就去摸着那个领车 事物很弱 他这个时候 他到了晚年 他觉得他对不起寻遇 对不起寻遇 他就会这么说 然后 董昭说 不是 是关云场 那当然后面还 他还问了几个 是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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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是关云场 就都因他而死的几个人 他都问了 是关云场 然后他才问 他说 皮尔在哪 温朝平 叶城 侄儿在哪 许都 张儿在哪 长安 朗儿在哪 陈在 仲康在哪 陈在 我有几句话 你们记下来 开始说 他的遗嘱 他的遗嘱 就是很简单 就是我这个人 医生做了很多的事情 有些做得对的 有些做得不对 做得对的 你们要继承 比方说执法如山 这些你们要继承 我犯的大错误 发的小脾气 你们不要学 我这个人 有头疼病 洗完澡以后 先得戴上头巾 想到死了以后 要沐浴啊 还有我的那些 女人们 都很辛苦 住在同学台 我那些香 分给她们 要她们学着 编炒鞋 拿出去卖 你说一唠唠叨叨 说这些事 最后要说一句什么 一口血 喷出来 喷在雪白的地上 这就我写的 潮潮之识 我是说老实话 我写到这一段的时候 我觉得曹操把我都杀了 我这本书写完以后 几个月我都没有缓过来 我今天到你们这儿才缓过来了 对 主要喝了一口酒 好吧 不能再讲了 卖多少了 叶老师 我的成绩 成绩高 还她的成绩高 怎能说你的成绩高 尽管实地上不一定 我刚听到这段入了神 就是我就在想一个正月里 兴许大家还趁机在年味里的时候 然后又是大雪纷飞 冰天雪地 一个六十多岁 然后步履蹒跚 浑沉颤抖的老人 在别人的搀扶下 大家生前对她的评价是多疑 或者是荒谬 是奸诚 或者是小熊 无所谓了 但那刻她只是一个脆弱的 内心又感到孤独的老人 对 就您刚刚那段描述 让我把那个老人的脆弱感 体会到了极致 她在后悔 她在迟疑 她甚至有一点点悲伤 她想到了故人 她想到了所有的人生经历 她始终最后好像心里那句话 想说没说出来 你实际上她说 她可能又不知道说什么 就是人生命中期的迟疑感 那种迟疑很真实 因为见过很多老人 会有那种反应 非常正确 她到最后 她就是个孤独的老人 我说为什么说 我写到何时 我就这么一个老人 我就能体会到那种 说不出来的 不管她以前多么牛逼 跟易老师不讲百家 讲她以后的那种孤独感 是一样的 这不能这么比 我反正就觉得最后 我的总结是 人越来越老 人越来越老的两个特点 一个是胆子越来越小 一个是朋友越来越少 朋友都走了 始终有争议 欲变以妄言 是 欲变以妄言 所以我写到这一段的时候 我就觉得 曹操他妈 把我都杀了 这几个月我啥都没赶 就等着今天这一天 明天可能能活过来 实际上是在写的时候 易老师把自己的生命 投入进去 有带路感 越写越有带路感 所以我才有前面那个序章 我不是一再说 那个序章 那个录音很重要 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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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时候 你读到最后 你再回过头去读开头 还能放吗 不能放 还能放的话 可以再放 还是到我们 放得好 还是我们放 或者我说吧 不放了 他就没有音乐 他就 他就是我 就那个时候 就在太 你想想 茫茫太空啊 曹操的灵魂 在天之灵 在天上 一个人 比方就是我 或者你 或者于老师都行 一个人 人听见吗 大家 我会有病 当然 为何 表位 不顾 那又如何 会打喷嚏 打又如何 行不了刺 怎么 我是刺客 夜色朦胧 心汗灿烂 万籁 巨迹 没有人 回答他 远处 传来不知 谁写的歌 唯为太好 悠悠万事 百姓无孤 英雄有志 智者一国 仁智即逝 天下多奇 正大一次 这一次 大家说效果很好 像人的声音了 李老师刚提这个话 其实说得非常 就是像人的声音 李老师刚才描述 正月里头 大雪纷飞 去送葬 那个关羽的时候 他一个人看着棺材 竟然一时忘了 那是谁 恍惚 恍惚了 就是人经常 就会有那种恍惚之间 一时间说不出来 你是谁 也想不起来 我想跟你说什么 但是心里就很焦虑的 那种无力感 我们被曹操的是 烈士暮年 壮心不已 壮心不已 老纪福利 置在千里 那是一个 有雄心壮志的人 那是一个 气氛山河的人 这个的时候 他才50多岁 实际上 其实那个时候 他还是 所谓的老纪福利 他还是充满斗子的 在古人就算老了 在古人算老 但是到了 30多岁都可以 自身老夫 真的到 孙东坡 不管是 厉害小说中间 到他真到66岁 觉得已经是非常 慈慕 自己已经 面向未来 已经没有明天 已经 没有日子的时候 他的所有的 一生的东西 都在几秒钟之内 会涌到自己的心头 是 他因为他 我写这段 还有原因 就是在 我安排他 在之前 杀了华陀 就华陀是 曹操杀的肯定的 这是历史的记载 这个翻不了案 但是是哪一年 一般考证的是 建安13年以前 13年 或者13年以前 或者是建安 建安16年以前 至少是 但是我 这个没有定论 我就把它安排在 曹操死之前 就是曹操的死 与 杀华陀 是很有关系 最后曹操跟人说 我是杀了华陀 华陀把我的心杀了 就我在我的小说里面 华陀是一个神医 华下神医 华下神医 而且人是非常非常好的人 极好的人 救了曹操多少次 最后他是 华陀用自己的生命 想救曹操 就救曹操 要把曹操内心深处的恶 把它灭掉 没有成功 被曹操杀了 但是曹操 其实也是非常难过的 他有这么个背景 而且前面的 我这写这个 因为曹操是一个 性格非常复杂的人 很难写 我的办法是 给他做了很多面镜子 有很多人物 他一些人物关系 都是他的镜子 每一个代表他的一面 然后这些镜子 到了他晚点 一个一个的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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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曹操 所有的镜子都破碎以后 他直接死了 心死了 埃莫大于心 所以他最后的死 就是只看到一个孤独的老人 对 但是他那个遗嘱 是真实的 因为这个文字是留下来了 就他那个遗嘱 当然我把它写成了白话文 那个当年文英文的遗嘱 是留下 就是分享卖旅嘛 他就没有什么 说我的这个 这个政治遗嘱是什么 我们将来这个制度要怎么样 工作要的都没有 他全身就唠唠叨叨的琐事 我拿下 没事 我想问一老师一个 突然脑子里生出来的 古怪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写曹操的时候 你为什么要用小说写 而不用历史的 叙事的方式写 不用证据写 对对对 你就不写曹操传嘛 对对对 第二个问题是 三国历史上 如果没有曹操 中国的历史 还会是原来那个样子吗 因为我觉得 之所以后面有三国 魏晋南北朝 我觉得跟曹操有着 很重大的关系 还是这样的 这个 小说的好处 他就自由嘛 自由嘛 就能够把人物个性更加 而且他会好看 就是 我也不是不可以像 一般历史学家 写一个曹操传 但是我觉得第一没有必要 已经有很多曹操传 写得很好了 很多历史学家写的 不做锦商添花 对我不做锦商添花 我何必呢 对不对 你比方说张作耀先生的 曹操评传 这非常好的书 没事 余老师没事 这 不好意思 这不算是吧 没事 这个就是有了曹操以后 采生的后果 这个水可以留到这儿 待会我们讲 就水战 水是财 我们给你拿点船 这是讲你们的 我来搜索 对 我冷藏 讲哪来了 张绽奥先生 他们的那个 传记很多 这很多 我没有必要 我们不做锦商添花 我们不做锦商添花 然后呢 我 写小说嘛 这个 可以自由发挥嘛 当然自由发挥呢 它有一个前提就是 你不能离谱了 不能离谱了 但是我觉得历史上 它有很多空白 有回忍者 对 历史上有 你比方说 我前面说了 这个张 袁绍 袁树烧宫门 把皇宫门烧了 然后 袁绍进宫杀宦馆 把天子和陈流王 吓跑了 当时被张让劫持 夜走北盟 就天子蒙城啊 这么大的事情 就聊聊数据 已经记载完了 那也罢了 这么大的事情 没人追究 肯定有猫腻 董卓 把天子和陈流王 南柱 接回洛阳 袁绍他们 袁树他们兄弟 干的这活 就无人追究了 不可能 你这个情谊说不通啊 就是没有记载 历史的疏漏之处 就是作家的用武之地 这句话特别好 历史的疏漏之处 就是作家的用武之地 历史是不是会被 写小说 写历史小说 就要记住这句话 你要在这个空白的地方 做文章 我就安排了一个非常复杂的戏 我就安排 袁伟 就是袁绍和袁树的叔叔 他是太傅 最高的官 上公 百官之首 他下命令 把袁树和袁绍抓起来 大义灭亲 抓起来 同时还把女部和张苗 也抓起来了 抓起来以后 他本来 本来他们 他们官场的时候 他抓了他就好办 没知道董卓 插一杠子 董卓又过来了 董卓说 因为董卓进去以后 先还是插着手 插手 因为董卓是袁家的门生故旧 袁伟当师徒的时候 董卓就是师徒府的一个小吏 所以这是叫旧部 董卓见了这个 袁伟的插着手 低着头的 恭恭敬敬的 一进去看到这个皇宫里面 尸痕遍地 不能遍野 尸痕遍地 到处血迹斑斑 每个人都吓得脸色大变 然后发现一个重大的问题 传国玉玺丢了 董卓一下子觉得 逮住机会了 问袁绍 玉玺在哪 袁绍玉玺在哪 张苗玉玺在哪 我没进攻 与布人都没进去 你们都没进攻 张让说 他的同仁死了两千多个 难道都是自杀 看来这天下是你们 袁家和杨家管着的了 管得好啊 天子也没了 玉玺也没了 这两家 就他两个大家族 袁家和杨家 现在都 有了麻烦 至少吃了挂落吧 就说不清楚了 这个董卓说 那只好我来接管 把公门接管了 把城门接管了 把案子接管了 然后你就看董卓 怎么样一步一步的 来对付那袁维 袁家 你们袁家两个家伙 现在是接下 这是接下求啊 袁维没办法 一次一次去求董卓 一次去求董卓 这个事情很好看 最后到最后 是曹操在公堂上放的 这我不说了 不剧透了 不剧透了 这就是写小说的好处啊 如果说我要写小说 那写小说就这么好处啊 而且我也可以编故事啊 我这个小说里面 有最后就是写这个 曹植和曹丕 两个谁当太子 这个事 就是夺敌之争 这也是被人写烂了 也写得比较 哎呀 这个 小 这个 野史也好 小说也好 什么电视剧也好 写了恩变了 我最后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了 我弄了一个案子 一个谋杀案 谋杀案 这个死者是谁呢 死者叫芷熙 芷熙是什么人呢 是孔荣的好朋友 谋杀案13年 曹操杀了孔荣 这是历史啊 这是正史 曹操杀了孔荣 下令不得收尸 芷熙跑过去 俯师大哭 曹操没有 这是历史啊 这正式记载啊 这历史记载 芷熙这个能力史也是有 有是有的 有的 曹操没有杀芷熙 把他放了 这样到了这个建案25年 24年吧 我现在应该是 这就十几年以后 突然发生一个什么案子呢 芷熙去见曹操 去见了曹操 出来以后回家 死了 暴死 怎么死的 中毒 还有更麻烦的是 有人见证 谁 华陀 就是芷熙回来以后 说肚子疼 就让自己的书童 去找医生 医生就把华陀先生请来 华陀先生赶来的时候 你不行了 芷熙说了两个字 胃王 为王 曹操接到报案以后说 那我也是嫌疑人 这个案子我为国不能审 请天子 从许多派人来审 派来的这个人叫赤绿 赤绿呢 是历史上有记载的人物 但是没有转 三国志和这个后汉书都没有转 但是在我这个书里面是 几乎是男二 他的职务是御史大夫 御史大夫就是最高监察官 最高监察官 他从许多 他是大汉的御史大夫 到了魏国来审 当然他是曹操的人 那这个就 故事就非常好看 就他怎么来审这个案子 然后他最后告诉曹操 这是一条毒计 因为他安排在 这个凶手安排在 芷熙从李 魏王 他当问他说 请问魏王 芷熙在 到李那府上了没有 王府了没有 到了 吃什么了 没吃什么 喝什么了 没喝什么 但是回去以后死了 这是把 芷熙的书童叫来 有人嫁祸 把书童叫来 你主人怎么回事 他说主人确实是 从魏王府 出来以后 到别的地方吃了饭 因为我回来问 小人问 主人要不要准备饭菜 主人说不用 我吃过了 那又问你在魏王 你魏王那儿没吃 这跟别人吃了 跟某一个人吃了 我们叫他某甲 跟谁 跟谁 而且他的连环计 他是先让人怀疑 曹操 但是马上就会想明白 曹操不可能 曹操 魏王要杀个止息 有没有喝水 怎么我们不给你倒水 就是被书挡住 有水啊 有水啊 对对对 有水有水 我们哪能欺负易老师 谁敢欺负易老师 他是这样的 就是 这个曹操 魏王要杀个止息 他用不着暗赏 马上就会怀疑 是有人嫁祸曹操 那谁嫁祸呢 又马上怀疑曹操 为什么为什么 我这里面有推理啊 但是曹操也是不可能的 大家可以说 易老师不要剧透了 再剧透我们不买书了 好好好 但是我就说一句吧 反正它是一个连环计 到最后这个 不剧透了 最后凶手是谁 请你们去看书 好 凶手是谁 买多少了 将近三万 易老师 我问你一个问题 易老师是一个 极其目标导向的人 不是 我帮你们说 你们不是不好意思 我觉得书 主要是大家可以回去看 但是书背后的故事 大家是看不到的 要问一下易老师 就是你为什么 光写曹操 为什么不把三国演义 重新写一遍 比如说继续是 为 为属五三国的 这个争夺天下的 这个主题 而是要写这个 一个个人为核心的主题 来讲述那个时代 我曹操就上中下三本了 这招李难做不得九本 后续还打着写吧 不不不 刘备三本 刘备不值得写 不不不 值得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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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老师的问题 挖的坑更大 你不要挖坑 我这个 书里面刘备是非常可爱的 对 但这个书里好像有没有 刘备天下都差不多感觉 不 他 其实他严格说 我这个不是写三国 跟三国没他妈关系 是 你要说也叫三国前传 这是东汉末年 一直到曹操死了以后 第二年曹批称帝 曹批称帝的第二年 刘备称帝 然后来 孙权封无望 这才可以说开始三国了 是的 曹操没有 那整个的三国时期 我就是写曹操 那么多人物 从这个 我就喜欢曹操 我就像喜欢董于辉一样 怎么不行了 我把写董于辉 你不能问我说 你为什么写了董于辉 不写于敏洪 对不对 这怎么可以 必须写于敏洪 我就只写董于辉 我偏不写于敏洪 怎么着呢 那最后 最后 最后 这个老师不能中计啊 对 对 这可是离间计啊 我发现 我发现 易老师 研究三国研究 他太深了 今天 跟我们俩见面的 第一句话就是 开始离间我们 离间 易老师 这是成功不了的 我离间了吗 对 因为我们俩早就被间了 对 本来就没有什么信任 本来就没信任 所以你这个 离间计呢 就用的让我们觉得 自曾相识啊 已经清车熟路了 我想问你 就是 你要不要钱的东西呢 不要钱的东西 拿上来 随便吃 随便吃 这个黑芝麻丸 吃了头发灰 这个不能说 你收五块钱 不收 你已经 已经卖了那么多书了 我们还敢收 于老师 你看评论区有一个非常多的 你这个东西待会 我直播完了 能带回去吃吗 可以 可以 做拿一些 吃看好不好吃 对 有很多人提一个诉求 说能不能把刚才 就是演这段太真实了 拿说能不能把他拍影视作品 于老师 最近一两年 对影视作品也非常有兴趣 对 可以可以 以后这本书 要有人 想拍影视作品的话 你让我们新东方投点字 可以吧 OK 开始卖货 来 除了我个人的感觉 你是新东方投资是吧 都可以 都可以 宇会投也行 没关系 于老师那你借我点钱 宇会 宇会投的话呢 他就像在里面演个角色 比如说演个曹操 或者曹操后面的水虫也可以 曹操后面那个水虫像许主 那一米九 有没有个矮的 还很帅那种 也有 有一次 跟曹操自己 还想了这么久 有一次那个 匈奴王来 卫国 来了这个汉朝 想要看看曹操到底什么样的人 曹操觉得自己又丑不行 后来就派了他的卫士 长得又高又大的 是许楚 我不知道是不是许楚 吹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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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装魏王 往那一站 对 是吧 其实会见结束以后 人家问那个 凶怒那个使者 说我们 这个魏王怎么样 说哎呀 高达英俊 是吧 很帅 但是边上那个 储着一把刀 那个矮个子 才是有内涵的 才是真英雄 对 会掩饰逐呀 对 是 我们都一眼看出来了 一眼看出来了 刚才这个 易老师提到了 他在这本小说里头 还给了不同人 不同的角色 我说一个 跟我感觉很贴近的 其实我一开始 在读这本书的时候 我以前对三国 知之甚少 我对曹操呢 就是刻板印象 刚才易老师的 这一段 传神的这种演绎和讲解 让我们看到了 其实人是可以脆弱的 英雄也会老去 他在人生的弥留之际 甚至是孤独且后悔的 是犹豫和徘徊的 对吧 他心思捉摸不定 然后呢 欲变又妄言的那种状态 让我们真正感受到了 人的可爱 从来没有刻板的好人 也没有绝对的坏人 人永远是全面的 永远是这个 丰富的立体的 所以通过这本书 让大家可能认识一个 或者想象中 不一样的曹操 其实读曹操这本书呢 最后反而是认识了人性 还有一个就是 杨老师刚才在吃饭的时候 提到了红利杨氏 这里头也的角色很多 杨标嘛 杨标 杨标父子 杨标父子是哪儿 杨标父子 大家知道华山 华山所在那里面 叫华阴 华阴古代叫红利 我曾经给大家 对你家很近 对我家就是那儿 我们那儿有一个古代名人 叫杨镇 您肯定知道 对杨镇 就是他提过一句话 叫天知地知 你知我知 学生来贿赌他 他不 他说学生说没有人知道 他说天知地知 你知我知 所以我们那个地方叫四支村 当然这个人的十四支村 就是大家所后来知道的杨奸 就是随得开国 所以其实我看到这块的时候 我突然觉得 跟我有一些 好像很亲近的地方 感觉你是杨标 也没有 我这不是给自己主动找个角色吗 他拍拍了 钱又不借我 我再给你介绍一位 新东方现代的年轻人 他要想跟你坐一会儿 好 我先让一会儿 一会儿我再上来 是这样 好吧 对 余老师他休息 补充体力 来 拜拜 我不休息 但是他持续的拖垮你的身体 最后挖起你的意志 好吧 余老师就是 我们有一个角色小兵 就是抱曹操来散 我就是那个小兵 董卓先休息一会儿 董卓就董卓 曹操还在 曹操还在 对 然后刚才 伊老师也提到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小细节 其实看这本书呢 我们刚说除了了解 丰富的人性 让大家知道 人是全面而周全的 不一定是刻板化的 不一定是脸谱化的 伊老师刚才提到一个小细节 那个时候人要拿一个主简 上面写你的名字 其实这个是从秦变法 商鞅时期开始的 据说大家知道 商鞅晚间不是陶吗 对吧 陶的时候想住店 别人问 那你的名片在哪 实际上那个是商鞅变法人 可能提出的一个举措 他自己因为没有那个 所以没有办法住店 非常可爱 非常小的一个历史 历史的知识 其实也贯穿其中 所以这本书呢 是在大量的历史事实上 进行了这个想象 然后呢 在历史疏漏的地方 就是作家的用武之地 然后给人意温度 让人变得周全 让人变得复杂立体 没有单纯的爱和恨 也没有简单的善与恶 您可以继续讲一讲 刚才您提到了这个 其中的那个 曹操晚年的部分 于老师也说了 把它写成小说 您回答就是 让你的这个书 更有想象力 那我感觉您对曹操 有特殊的偏爱 我从你刚才那段演绎里头 就是弥留之际 它竟然 你体现出了一个人 人身上的人情味 你为什么那么喜欢曹操呢 我喜欢的是 我写的曹操 因为是我写的 其中其他人物我也喜欢 其他人也喜欢 只不过洞比书 选了他而已 不是 只是以他为书名而已 明白 他不是 这个书里面 不是只有曹操一个人 他是一个群像 群像 有很多很多的人物 其实我对 其实我 要认真说 我就是喜欢那个时代 我觉得汉代吧 牛啊 牛 这里面没有一个 不猥琐的人物 就是我这个书里 他可以坏 他可以坏 他坏得光明正大 对 他至少是磊落的人 磊落 他不猥琐 就是 就是我 我跟你斗 我也是明着来 对 我就这样 他不猥琐 我就 特别不喜欢那种猥琐的东西 实际上 应该你的问题 我要回答你的问题 我准确说 我就是选了这个时代 选了这个时代 这个时代 一个光明雷落 就算坏也坏得 对 就算像董卓这样坏 他坏得可爱 坏得路人皆知 他坏得还要叫 而且他也坏得可爱 他可以狠 他可以独 但他不猥琐 这是一种审美 这种审美 它不是 不是道德判断 明白 是审美判断 我听过一个说法 就是以前在战国最早的时候 那个时候互相开战 我提前告诉你 我来打你了 那个吧 你说的是春秋 春秋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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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是严格执行 不能不宣而战 这是 因为他这个有原因的 就春秋呢 它是一个贵族的时代 对 它是一个贵族的时代 春秋参加战争的人 全部是贵族 贵族要跳上马背 保家卫国 不跳上马背 那时候是战车 战车 要跳上战车 跳上战车 平民是参战不作战 这要讲清楚的 后勤不挤 后勤不挤 对 就是牵马呀 玉娘啊 扛兵器啊 那些是平民 战车上的全部是贵族 所以贵族精神 其实就是牺牲精神 对 就是奉献精神 对 而且他还有一条 就是他不能不宣而战 贵族嘛 对 得光明磊落 光明磊落嘛 而且 而且呢 那个时候你要知道 我们讲这个吗 嗯 讲这春秋吗 您可以 因为我觉得您刚提到的 汉那个时代的这种审美 我突然想到 他应该是受前面的影响 对了 他受前面影响 对 他就是有这个精神 他就是 他那个 春秋他必须先 哎呀 他春秋他必须先打招呼 先打招呼 而且还有 还有正当理由 我为什么要打理 要不然不光彩 要不然哪怕就是 强扯一个理由 比方说 进楚之战 他扯的理由就是 耳共包毛不入 王继不共 寡人是真 嗯 就是你楚国应该 进贡给周天王的 那个过滤纸 你没送去 所以我打你 嗯 对 反正他 他 事处有因嘛 事处有因嘛 事处有因 然后他们还要 这个 打仗之前 还要先约个假 对 他是得约假的 对 先约 我们 要时间 我 我可是 他会很客气的说 对不起 我想打你 不是 不是 他毕国的勇士 想和贵国的勇士 进行一场比赛 友好切磋 对对对 友好切磋 可以吗 比赛第一 有一第二 还不能说不可以 那他说 那 那就 这边就回答说 请你们 整理好你们的战棋 战股 长矛 战车 明天早上见 明天早上见 九点 来晚了 我就走了 等你下课 行 等你下课 方学别走 所以 他这个 东汉的还延续了这个精神 明白 他延续了这个精神 我是喜欢这个时代 所以您选这个 话题的第二点 就是第一个是想体现一个更加丰富的人性 第二个其实就是 你喜欢一个时代那种光明磊落 坏也坏的可爱 而不是猥琐 对 那举个例子 这里头书里头 有没有一个小的那种细节 让你觉得你是设计完 拍案交绝的那种 体现这种精神的 有剧透吗 剧透一点点 临人入胜 临人入胜 比方说 一切为了销量考虑 不能剧透 大家这块听完就忘了 原来有一个 你们读三国演义也有的这个情节 就叫一代赵 知道吗 就是按照三国志的记载 居济将军董城 辞受帝一代赵 什么意思呢 就是居济将军 就是车骑样两字 念居济 居济将军董城 他是董贵人的父亲 扬言说 汉献帝刘邪 给了他一份一代赵 要他杀曹操 这叫一代赵案 这个案子呢 在历史上是没有定论的 有人说汉献帝确实给了董城这个一代赵 也有人说没有 因为承受参国志 辞受帝一代赵 辞就是声称 他自己说他受了 受了没有呢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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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事情曹操后就把董城和董贵人杀了嘛 就这么简单嘛 而刘备呢是参加了这个案子的 这个也是历史上有记载的 就董城把刘备拉入火了 后来刘备回去以后很紧张 曹操不是请刘备喝酒嘛 煮酒论英雄就是那个后面嘛 对吧 对 那我就没有放过他 不能这么简单 这就是写小说的好处 小说就可以把这个 作家的用武之地 用武之地的充分运用起来嘛 我就让董城请来刘备 拉他入火 那刘备就问了一句说 那事成之后呢 先刮分礼 董城说那论功行赏嘛 刚刚说 意思就是说我董城 我要当太尉 那现任司徒呢还是司徒 刘备呢可以当司空 曹操不是司空嘛 曹操司空干掉了 刘备你就可以当司空 刘备就说了句 那要不要告诉大将军呢 大将军谁啊 袁绍 袁绍当时挂着大将军的弦呢 虽然人不在许多 但是他有这个头衔 董城马上明白过来 他妈 我要干掉曹操的天下 是袁绍的 没我什么事 想明白了 董城就去夜城见袁绍 理由是 传归遇洗在袁绍呢 要袁绍把洗浇出来 那当然就光明正大的去了嘛 去了以后 袁绍请他吃饭 我就做到题吧 你们来答吧 袁绍请他吃饭 四道菜 第一道鱼块 怎么叫鱼块 就是生鱼片 喝冻酒 喝冰冻的酒 第一道菜 鱼块 第二道菜 白羹 实际上就是海鲜做的羹 白羹 第三道叫墨制 就是烤牛肉 烤牛鲤鸡肉 我写得很细啊 我不说了 美食匠 第四道菜呢 叫做枪煮 枪煮 枪煮 枪煮那个枪啊 对 枪煮 枪煮呢袁绍怎么吃呢 拿一个大锅 羊肉 就是手抓羊肉嘛 把羊煮在里面 羊肉捞出来以后 他多一道手续 本来枪煮就这么吃 就是水煮羊肉 他多一道手续 韭菜花 对 就算韭菜花 他就是那个佐料碗啊 这个耳杯 耳杯 铜的杯子 这个佐料碗下面有火 把那个佐料熬着酱 然后拿起羊肉 蘸一下 蘸一下吃 这个动作叫煎 就叫煎一下 就生煎包子那个煎啊 煎一下 然后袁绍说枪煮 煮位置煮 煮就叫煮 煎就叫做煮 就煮煮嘛 煮煮 煮耳如目煮 就这个意思 这个叫煮叫煮 站一下佐料叫煮 耳如目煮 这个站来的 煮煮 董臣说 我也会一道菜 叫咸制 就是子鸭和子鹅 煮沙洗干净了以后 内脏掏出来 把香料包装进去 缝起来 在火上烤 慢慢把里面的香味烤出来 透出来 这样啊 然后董臣说 今天寿意非浅 香煮之乳 热煎之染 告辞 那四道菜 我提示一下 鱼块 拿的鱼 济粥的 因为叶城下面就是脏水嘛 脏水里的鱼 就是表示济粥 第二 白根 拿的海鲜 青粥的 青粥的 第三道菜 墨炙 拿的牛 幽粥的 枪 第四道菜枪主 拿的羊 并走的 并走 参明环节开始了 推理环节 他们两个人的政治交易 就通过这一道 这一餐吃饭达成了 行业黑化 行业黑化 没错 两个人心里都懂了 对 我 你们都懂了是吧 高手过这样 你们也懂了 我没懂 我们还没懂 聊人 不讲 自己看吧 对 还不讲 这个谜底 大家把书拍完 让老师讲了 还有书卖完了能讲吗 书卖完了还差一点点 能讲是吧 好 书卖完了才能讲啊 你看 想听个故事还得续费 还得续费 前面六分钟免费看 看完了 进入付费环节了 冲会儿吧 对 冲会儿 而且这本书 真的像一个侦探小说 我不知道您平时 看不看这个侦探小说 看啊 我侦探小说迷 我告诉你 我只有一种休息方式 就是看 侦探小说 因为我昨晚是连夜看 然后我看完像两个小说 一个像武侠小说 一个像侦探小说 对 它每一个都是一个案子 这样子 作为一个连接点 对 就你刚才老师也说了说 这个案子 这个案子 对吧 对 所以老师是像一个侦探一样 回到这个历史场景里面去 对 看证据 对吧 靠逻辑 对 所以您平时会看什么样的侦探小说 我还是说 先说这个书 先说这个书 对 你刚才说 它有武侠小说的 对 气质也是对的 对 你看我这个是 基本上是一部男人戏 就是一部男人小说 都是男人嘛 对对对 但是我有一个女 女爵 这一个孩 就这么一个女的 就真正可以作为人物来说的 一个人物 一个女孩 她还是个武侠 还是个女侠 一个女侠 对 就好不容易有一个女的出来了 她还是个武侠 而且她跟 那个我写她跟董卓比赛那个射箭 我是请教了那个体育学院的教授的 我说这个古人比赛射箭 他怎么发号口令啊 他告诉我 举 第一个中叫举 把弓举起来举 第二个口令 尹 放 放 半步 对 这个都是 这些细节都是 全部都要考证过的 还请了武行呢 对吧 思小说还请了武行来指导 动力指导 对 对 对 包括战争啊 对 您下午提到说这里头 一定要提醒你 讲一讲里头的战争场面 对 你花了心思去写的 还有战争场面 对 打战争都讲不了了 我只能说当时 有个很重要的特点啊 就是我们就写历史小说 必须历史上还是要下功夫的 两个错误不能犯 一个我们现在很多写历史小说 和电视剧的人 官员一拱手叫大人 这是严重的错误 汉代只有父母才叫大人 叫官员不能叫大人的 这个我花了很多功夫去考证 就发现叫什么 叫长官 长官 叫官长 叫上官 可以 不能叫大人 大人是叫父母的 再一个就是细节 汉代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 就是没有马灯子 没有马灯子 就是你上马的那个马灯子 它是没有的 还没有发明出来 马灯子 马灯子要到南北朝的时候 才发现 当然马灯子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 所以在这个西方史学家里 叫中国靴子 是中国人发明的 但是汉代还没有发明 所以你像三国演义什么的 说官员长手持82军 青龙燕月刀 这马上什么怎么着 不可能 你这个马 你骑着马没有马灯子 你想想 你试试 你没有着力点嘛 对 晃荡 你是靠屁股坐着 你是靠屁股坐着嘛 对 还有一个 它是有鞍 鞍前面有鞍桥 可以抓鞍桥 可以抓鞍桥 你飞奔的时候 抓这鞍桥 是不会掉下来 但是你拿着一个72军的 青龙燕月刀 这么一挥 重心不稳 自己掉下来了 对 惯性把人都带走了 惯性把人带走了 那么你这个写 所以写真正战争 你就必须真实 但是它有好处 那么 那它不能这么挥 那骑兵怎么打仗 你就要搞清楚了 它用什么兵器 马朔 马朔就是杖八长矛 马前庄 张飞是那个 三位演义的张飞使这个 其实大家都使这个 他是怎么使的 他是夹在这 一只手抓鞍桥 这个胳膊 拿个棍 棍 来棍 叫具 对 这么夹着 有点短了 这么 拿个长的 就这可以 这挺好 好的 咱俩吧 咱俩 咱俩一块 他就这样说 这就往前冲 导演 他靠什么呢 靠这个的马的冲击力 冠性 冠性把你撞下来 哎哟 心上被打了一枪 他这么打的 所以我就有一场戏是 关羽和吕布对冲 像骑兵一样 对冲 它们两个对冲 但是没有使用马朔 使用的是挤 挤就是 前面带个叉子 对 方前画挤 方前画挤 为什么就是 关于骄傲嘛 就是说你 你不是用挤的 我也用挤 要不然我 我拿朔 你拿挤 显得我欺负你 对 用你的使用的兵器 那么挤的对冲的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是他两边的这个挤 会勾起来 卡住 结果又什么呢 都摔下来 都摔下来 打个平手 打个平手 然后说我们换术 明天还来 我们换术 换术的结果就很严重了 因为他们两个 以他们两个的这个武力 很可能是什么结果 两败俱伤 两败俱伤 同时死 那么我们都知道 他关于肯定是没死的 女部这回也没死 那怎么解这个套 那就看作家的本事了 且听下回分析 且听书里分析 又到会员了 又到会员了 又得冲会员了 你看 你看 这每次这知识付费 果然就实现了 正听到高潮的时候 大家以前就 还是得水平得到 水平到位 处处都知识都能付费 所以你看很特别 虽然是个小说 但是有历史考证 对吧 又很严谨 跟我们的鸡汤不值钱 这就能付费 没错 咋错的 没错上 没错上 描错了 卖完能讲吗 书卖完这能讲 加一点点 书卖完能讲 能讲 只有1200单 有两个了 赶快赶快 完了我想听 妈你买上100单 我完了给你转钱 我妈也买50单 行 那要戳这还会显示 对还剩1000单 那你们 要不就你们聊一会儿 我休息 这个不行 这个战争场面 这会儿没有讲完 还有水战 水战 不讲了 不剧透 不讲了 这个也得付费 我也上来了 好 你上 他们说我去上大号了 我有上那么长时间 那不好说啊 我认真的在下面听你讲课 你好歹也有点岁数了吧 给年轻人机会嘛 是吧 你看彭本上来 问几个问题 问多好 是吧 是吧 不 他要问什么来着 最后书看没了 他要问什么来着 其实也 彭本问两个问题给你 一老师 他们网友今天说啊 说一一老师上了台以后 雨晖和彭本他们 都不敢说话了 这个果然是 当了几十年大学教授啊 必须 对 一讲故事 最后他们就变成听课的了 我也就是跟他们比 也就是较临长一点 对 对 在当老师这件事情上 这个主要是经验 就是能力 经验就是能力 就较临长一点 这已经很重要了 给彭本问你一个问题的机会 彭本 好 我们好像也问一个问题 对 就是 不要问太学术的问题 一老师学术工地不太深啊 是的 不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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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成 我问一个当代很多年轻人 会感兴趣的问题 不知道您的孙女会不会打打游戏 卖完了 卖完了 说庆了 没有了 卖完了 卖完了 没了 我们需要课吧 我们都付费了 我还有问题要问你呢 其实有问题也是这样 就是大家很好奇 就是现在很多人了解历史人物啊 比如说刘备 曹操 都是从游戏里面来了解 你看这游戏虽然一方面 推管了历史人物 但另一方面呢 大家了解不是真实的那个人物 您这是一个好现象 还是一个坏现象 我刚才老丁是这个 叶老师没玩过三国的游戏吧 又加了四千单 加四千单 还可以我们再去发挥一下 不依卖设备数了 他有无厌子 对 我们我们 你刚才问的什么问题来说 我没记住 就是很多的这种小朋友 他们了解这个历史人物 主要是靠游戏 然后呢 又不是很真实的这种 人物的这种真实面目 那您觉得是一个好现象还是一个坏现象 不好不坏吗 不好不坏吧 你这不能说是好现象 不能说是坏现象 因为你只要他们知道 那个游戏里的历史人物 不是历史上的那个历史人物 就可以了 游戏嘛 因为他这个 他好在人家有言在先 我们就游戏 我们本来就是游戏 你当真就是当真就是你 那个SB 或者说那个 我们心目中的三国演义之间的人物 有一半其实 他们的历史事实就本身已经不真实了 是的 因为已经被小说化了 还是看三国志 对 其实呢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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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呢 我跟你说 你要追求所谓绝对的真实 是很困难的 很难的 很困难的 你不能说正史记载的 就一定是真实的 也稍考证 至少你 你可以怀疑嘛 就是他们只能做到就是大的这个 大的线索不会错 比方说赤壁之战 没有 曹操是打败了 这个没错 这个是不会错 你考证过曹操有后代吗 曹操没有后代的曹批 曹植不都是后代 对对不是 我说是再往后 今天有曹操的直系的那个 就像孔子那个世系一样 这个问题你不要问我 据说某大学有一个研究所 专门查DNA的你去问他 是这个啊 现在 他把那个姓曹的都找到DNA来算 那咱们这弄不了这事 DNA的事估计你也不行 对 科技方面我们还是 要不然我现在就把你一根头发 就可以研究出你跟董卓有关系没有 可以 我有一会滴血 滴血 对 对 这个 没事 我一会滴血 这个问题是 不关键是现在找不到董卓的DNA 关键是吧 你也没法确定哪个心懂的 就是董卓的直系 就是我觉得宇晖如果是董卓的直系 他也不一定能 而且你看那些 家谱也是靠不住的 你说曹家人说我们是 是曹城谁的后代 一般都自称是名门之后 对吧 成功了 谁为一成人自己曾经怂呢 其实我们就应该 我觉得应该就建立一种观念 就是英雄不问出处 对 宰相齐宇宙 其实 一代人和上一代人是没有 除了血缘以外 在思想上 精神上 价值观上是没有必然的联系的 你想曹操的父亲是宦官曹藤的养子啊 对啊 他没血缘关系 你怎么从那个曹去追上去呢 你怎么追呢 那上面就没了 曹操那个上面是没有的 但是往下嘛 但是 不是 我就很关心你一个问题 你问我 你干嘛关心曹操现在有没有后代 不是 我只是偶然想到了 不是 我是怀疑你的东方争选 是不是当年欠曹的家一变钱 我们东方争选还没有新曹的员工吧 不是 不是你曹操 插一下 用的就开了 你 任何明天不用来 不用来了 刘老师说的 建安年间你们欠的 都现在才好 很遥远了 穿越了那事 负债子长 你刚刚两个 你现在好歹说一个嘛 都卖空一次了 什么东西我好歹 你有两个要付费呢 第一个就是 到底是不是曹批害的 吃完饭回来毒死 谁毒的 不 他是这样的 这个 就是说 他是安排在 他那么巧啊 就安排在这个 紫西从曹魏王府出来 回家路上 就是吃虑的断案嘛 他就说 我们只能肯定 他见到了某一个人 我们称他为某甲 就某甲是谁不知道了 不知道 梳理也没交代 而且呢 对 反正某甲那个吧 可能是姓毅 对 姓毅 这个 当过老师啊 你把我弄 我答不上来 不怪我 那我想不想 那个什么 那个紫西死之前 是这样的 他有个细节 就是 他捂着肚子 捂着肚子疼 就让他疏童去找医生 出来了 对 对 书童还没走的时候 听见他自言自语说了一句 笑面虎 白眼囊 千千君子 须提防 再过来就是 把华佗请来以后 摸着他的脉 他仔细说了两个字 华佗 那 那就是说这个凶手 是跟千千君子 就笑面虎 白眼囊 千千君子 须提防 就是这个凶手 是这么个模样的人 对不对 是个笑面虎 对不对 但曹操又不是 对啊 曹操肯定不是嘛 曹操肯定不是嘛 而且曹操如果要杀个人 他用得着这么杀嘛 当借肯 对啊 肯定不是曹操 但是让人第一反应 是怀疑曹操 那就是有人要借这个事 栽赃曹操 那会是谁呢 首先想到 因为当时是曹操 曹操在打击曹操 就感觉曹操是曹操干的 但是又不可能 曹操又做了解释 不可能是批尔这么这么这么 有一大堆 然后说那就是有人要 又要陷害曹操 如果说做实了 这个轨迹是曹操出的 那曹操是不忠不孝 还能当太子嘛 那应该杀呀 所以很可能这个局势 做了陷害曹操的 那又谁可能陷害曹操呢 那可能是曹操 想当太子的 曹操 曹操也不可能 曹操也有很多推理 曹操是不可能的 那是不是曹操身边的人 杨修 会不会 消灭虎白人了 但不是 他消灭虎白人了 千千君子 对吧 都不是 实际说这个案子是什么 破不了 好 破不了 但是 你听我说完 你别好 既然我们人家负了废了 我一直在认证 人家负了废了 负责 负责 这曹操临死之前 他去建了一次汉宪帝 嗯 做什么呢 把手上的船过玉玺 还给皇帝 还给汉宪帝 嗯 这个玺还是还给陛下 嗯 那我那个场景就是 汉宪帝不坐在玉榻上了 坐到东边的一个小榻上去了 西边榻上也放了一个小榻 嗯 汉宪帝 那不是天子之位 对 他不是 不坐在天子之位了 曹操进来以后 刻到 陈 曹 陈 陈 陈 不 这样说 魏王 魏王 陈 不 陈 曹操 参见陛下 参见陛下 汉宪帝把手一指 请坐 你坐 你坐玉榻上 只向王位 他说 陈不坐 陈 那就你坐西边 西边是客人坐位吧 嗯 就 中国古代礼仪啊 分宾主坐下 是 主人坐东边 客人坐西边 其实现在我们吃饭的原作 主人坐镇当中 客人坐镇面是不对的 嗯 就是我请客吃饭 我都是 我要请你吃饭 我一定是分宾主坐下 中间那么一招抽掉的 关键我现在东南西北 也分不清啊 不 它是这样的 对 以门为难 以门为难 不管门是哪个 包房里面 包房里面 对着门的 不管本身是 不管本身 你不用用直北真的 你不用用直南真的 那个门 为什么它到底在什么地方 那个门 就是背后 对着门坐的座位 是最不安全的 对 防止人出问题 是吧 是啥 对 那个背后墙对着门的那个位置 是最安全的 万一墙上有暗门呢 那你呢 余老师的生活经历比较丰富 他大概被人暗算过 对人看着作恶多端 不知道得罪了多少人 我今天回得了酒店吗你 回得了 回得了 放心 你说你没有 对 我陪你走回去 没放什么东西 放心 这个40万人见证 你只在这喝了水 白水 你现在肚子 你喝一喝 对 没有问题 如果我倒下去了 你继续喝 余老师 多喝 这余老师 我喝了余老师 你还能喝吗 这倒也是 不不不 我刚才说呢 这曹操 对 曹操坐在西边 对 就叫曹操坐西边 曹操不坐 他坐下边 坐在他成像的位置 成不敢 然后就把玉玺还回去了 跟韩贤帝有一番交谈 出来以后曹操在外面等着他 曹操已经是太子了 然后曹操就交代了后世 交代很多后世 我也不讲了 交代后世的时候 里面有一句 就讲到这个案子 然后曹操怀疑了一个人 司马懿 最符合这个特点 笑面虎 白眼囊 千千君子 徐地方 最像这句话的人 就司马懿 五常不沾 又亲不认 破案了过程 那个曹操怀疑他呀 书里没写破案 书里没破 就说他最像嘛 直播间里破的 除了他 以外呢 还有一个人 他们又想到另一个人 那个人也很可疑 曹批问 查吗 曹批问 查吗 曹批说不查 我把问题回答完了 这付费了 你别 要不要说我不守信用 对 还有最后一千三买单 判完了还有个付费呢 我插播个广告吧 那个明天下午三点 应该是实际上是 应该是两点半左右 我跟易仲天老师 会一起在我的平台 抖音上的进行交流 讲讲我们的成长 我们这一代人的故事 讲讲易仲天老师 个人的故事 那明天讲 谁要听你的故事 对 我的故事 反正大家耳熟能详了 已经耳朵都听着老简来了 刀背如流 对 好有名啊 对 大家都听烂了 所以大家更喜欢听听 易老师的故事 不过易老师的故事 也讲得挺多的了 反正明天我们讲 昨天新鲜的了 这个明天就不是 专门讲曹操了对吧 明天不讲曹操了 对对对 我们不讲曹操了 明天讲于敏红 对 刚才我还看 我网友是一个 很严肃的问题啊 说易老师 如果我们让孩子 读了这个曹操的小说 会让孩子在脑袋中间 形成对曹操的一个固定的 但是又不符合历史的形象吗 这个首先啊 孩子对这个曹操 老子里是个什么印象 根本不重要 也就实际上本身那个印象 也是错的 在某种意义上 对啊 三个原因也是错的 三个原因 对啊 你错了那么多年 你在乎吗 不忘游戏呢 错上加错 对啊 夫妇为争了都 对 对 OK 你替我回答了 这问题 不用纠结 就是你看过了不同的故事里头 一个人善恶 难分 最后甚至面目模糊 才理解了最终小说里头写的人性 就是我们从小都被受的教育就是 善恶分明啊 爱恨分明啊 长大之后 你发现你分不清什么是染 什么是恶 很多时候人是非度认知 非度判断的 对吧 哪有大见的恶 对的 就是 大见大恶也有极少了 对 极少 因为不少朋友买了 大部分 买了这一书啊 易老师我再插一句啊 就是说 这套书呢 不会形成对历史人物的 就是扭曲和那个 他写我的说清楚 都是小说 尽管是小说 但是还是基于历史史实的 这是一 第二呢 他主要写的人物的成长过程 和人性的一面 包括面对权力 面对诱惑 和面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面对这个世界上这个纷争 就是这个图 就是这个家破国王的那种状态 这些英雄人物是怎么样 能够一步一步的 在这个中间走出来的 这样的一个心路历程 我觉得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 就是说孩子多了 或者你自己读了 是不是就对历史人物 产生一个不好的 或者说是引导的不对的看法 不存在这个问题 因为这套书 我是从头到尾读过的 所以大家相信我的判断力 而且余老师刚提这个点上 其实我很认同 其实余老师提这个担心 本身就是对大家一种善意的提醒 就是我们不要根据一本书 先入为主的 对任何一个人形成 任何刻板影响 任何刻板影响都是错的 你可以看三国演义 你也可以看这个曹操 你也可以去读三国志 你甚至去读其他的人写的曹操传 都行 我们读这些书的最后 是让孩子感受到人性里头的 对自己的脆弱 懦弱 是以那些赠武爱恨的纠结和表达 所以更加理解了人 对吧 理解了人既不是全能的 人也不是彻底无能的 人既不是大善的 可能也不是大恶 人本来就很复杂 然后还有一个其实就是 孩子看完了这些书之后呢 因为它本身有意思 它是故事 你让孩子拿着这本书 总比打个游戏好 对 至少 对吧 对 尤其是易老师的文笔相当的不丑 对 因为易老师的这个历史功底 文字功底都是比较深的 易老师咱现在加四千单又讲完了 讲完了 卖完了 咱现在付费第二次 易老师我们有一个规矩 只要是卖完了嘉宾就得下去 对 还有 等一下 等一下 咱俩刚处那一下 之后就处了啥结果 我们那个 不 他非要问一个问题 对 再 我听你们俩听谁的 肯定听宇慧的呀 听于老师的 肯定听宇慧的呀 于老师说听我的 那就听于老师的 不是 他们两个就没有戳成 为什么呢 他这样过 不是 有人制止 这个人谁 成功 成功制止了 成功制止了 还要剧透下去吗 那自己看就不透了吧 自己看吧 对 那个红红给易老师画了一幅画 是吧 结果他算按照你十年前 比较胖的时候的形象画的 不是今天画的 所以有点 好 好 好 对 很失望 对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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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你们那个可以看书嘛 可以看书 看书 有啊 他们两个为什么没有戳成 这个不错 成功了 还说包摆单 我们加了一点点 又加了包摆 那就拓了吧 拓了吧 对对对 拓了吧 又给你加了一千本 一千套 成功就成功就成功就成 我们从那个虾皮 就白门楼上下来 就大喊住手 他因为知道这个吕布夹一个马朔 这个关羽夹一个马朔 两个人都是好马 这么两个人高马大的 这么冲过去 一定也不会跑偏 对不对 一定是互相 错综 错综 我看见你最后一滴泪水 同归余地 尤其两个都很刚毅的人 也不会逃啊什么的 稀美的别离啊 对 成功下来说 住手 阻止了悲剧 住手 然后 女部不干了 跟成功 你稍管闲事 成功不管 说观音长 你还是什么中意之人吗 观音长说 我怎么不是 看看你身后面 观音长回头一看 曹操 刘备 张飞 都来了 我们就两个人 你们那么一群人 观音长猜测发现 回过头跟曹操 刘备 说不要来 你们不要管闲事 退下去 成功说你退 你看看白门楼上 那谁 当曹操这边有一个广音太守 陈登 陈登的弟弟在那 脖子上挂着脚 只要你们再动手 那就拉起来 放下手 陈登 你是卑鄙小人 我放下 释怀了 你是卑鄙小人 没有没有没有 我没讲完啊 你释怀了 得得得得 咱还是放下了 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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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讲完啊 我告诉你们自己看书 对 好 又没了 易老师 没了 那没了吗 对对对 一共卖了 再说一下 明天下午三点 我跟易中天老师 在我个人平台 这个抖音 会有一个 不是关于曹操的 关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 学习 读书 经历的这样的一个对话 所以明天下午 如果三点钟 有时间的朋友 可以到我的平台去看一看 于老师 正好这会儿44万人 这是人最多 然后明天44万 我们全部去的 于老师坐下 因为大家还有一个问题呢 那四盆菜到底是咋回事啊 对对对 易老师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明天的平台可以继续 明天就去 于老师再听了四盆菜 谢谢大家 明天我们就回答 观众问题得了 是可以可以 要是接活了 可以 好 拜拜 好 感谢 易老师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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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发成功 对对对 我们还在播吗 他们还在播 对 易老师 这要有东西送给你 来我们 我们东方征选的 这个是大型安领的 大型安领的 好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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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喝一瓶 对 这个喝的时候 如果嫌酸的话 给你配点蜂蜜 蜂蜜 蜂蜜在这儿 你看 谢谢 然后这个是 红茶 这些也播出一下 我们的自营品 不是 这些刚才这镜头 有有有有 大家看见了 大家看见了 掐了 大家看见 忘记 失忆 对 我帮老师 帮老师 所有人都失忆 好吧 好 然后再还有这个坚果 一箱呢吃一个月 一天一 这里头的坚果都是全世界各地 我帮着易老师 也拎不了这么多 我帮着易老师 我拎点 我就回酒店 让他们给我弄个箱子 他们从来没有送过给我 一次都没有 你看 于老师又是开始生气了 那四盘菜 明天咱聊那四盘菜的问题 那我给他 谢谢 谢谢